我覺得他讓我蠻高興的說 他真的很大一部分符合我這樣的一個訴求 我們再來看這個床組的分解動作 很好玩 中間這個是榻榻米 中間可以放兩個榻榻米 這榻榻米可以搬走 你如果睡覺你覺得太硬的話 你就再放床墊 基本上每一個組合都可以拿走 他太硬拿走的時候 這下面是一個底板 底板可以拿起來了 裡面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框架 就是剛剛講的中國建築斗拱的結構 這是一個一個去把它砌起來的 我們面板 剛剛可以看我們後面的面板也拿起來了 大家可以看我們旁邊的側板也拆掉了 這裡邊有一個暗藏的螺絲在下面鎖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床的主結構 有沒有看到 他真的就是一個像一個中國的傳統的建築 大家可以看我們一根一根都可以拔起來了 然後最後就升著 其實這個斗拱也可以拿起來 所以他最後最後就變成很多很多的零件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符合我一直在想要去執行的一個模組化的設計 很多朋友蠻喜歡這樣的一個作品 也很多人就很支持我 OK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 生活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們是一定要存在的 那是所謂家的部分 那很多東西其實我們可以回想起來 就是說 我們今天分享的很多很多的案例裡面 我們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物件 很多很多的想法 是我們其實是可以去把它精簡掉的 比如說我們飲食的部分 我們去回想起來 去再做一個回想 再去思考說 那些東西是不是我們 根本就可以在生活裡面是可以把它剔除掉的 比如說比較屬於加工 過度加工的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吃進去我們肚子裡面 也不是太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屬於減法 當然在我們生活上 食衣住行 在住的部分 一樣我們也可以去思考說 我的住家 我的生活習慣裡面 有一些東西可能是必要存在的 那也許在你這邊不需要 也許你捐給別人 他剛好需要 那我覺得這個是更好的更好的 東西可以有更好的效能 那這是屬於減法的部分 那我們一直在工程裡面 包括說剛剛我們提到的一個案例 我們都真正的在想要去貫徹一個工程減量的方式 所以在裡面我們看到很大部分的設施 都是我們加工好帶過去的 除非一些必要的隔間 如果它可以的話 我們是盡量把這些原來的設施盡量保留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點就是說 我剛剛忘了提就是說 剛剛那個朋友的一個案例裡面呢 它的牆面就是它的油漆 它這次不是用油漆 它是用灰寧去塗的 灰寧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它是一個自然的材料 那因為我們對這些自然材料 其實很早以前就開始注意的 那可是因為配方的關係呢 我們用的是德國的配方 就是它在德國早就幫你調好了 來我們就只要刷上去就好了 那事實上我去做這樣的材料的分析 我發覺我們花蓮 所有所有這些灰寧的材料 花蓮全部都有 那可是我們其實我們國內沒有人在 我知道就是在油漆 就是在做塗裝的這個領域裡面 好像目前沒有人去用灰寧這個概念 灰寧 我本來是要用灰寧去做很貴的 目前是很貴的 那所以我剛剛在提到這個可能性就是說 事實上花蓮這些所有的材料 剛剛講到去運用這些灰寧的材料 所有花蓮在地都可以取得 磁灰石啊 這些都是我們最多的 那我們很可惜就是目前沒有在發展 那這也是我想要未來 構思就是說 可不可以把這個部分呢 也帶到我們的生活裡面去 那其實工時也減量了 整個工程的狀況也減量了 其實我們就可以創造更多的時間出來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多月的時間 來做一些比如說更好的設計 或是說更好的活動 那我覺得尤其是在都會裡面 只要工程的進行 事實上對自己也好 或是對鄰居也好 對那個環境也好 都是一個很大的干擾 那干擾我覺得這也是 你去思考干擾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深入自然設計的重要原則 就是我們是不是在破壞這個環境 有時候破壞不一定是 就是用一個器具去破壞一個物件 我覺得存在施工的現象 還有那些噪音 甚至是工班在工作的時候 他對他身體 比如說他運用了一些 比較不健康的材料的時候 他對工班的健康是不是有影響 甚至他用了一些塗料 是不是在造成環境的污染 我覺得這個都是做一個設計 自然設計的一個設計者 應該去好好去考量的部分 那最後想要分享 其實我最大的目標是希望說 這整個整個建構的過程呢 他是很可以很深入的去感受到 很多很多的細節 那最後最後他的目標呢 他是要達成很多的機能性 他整個整個架構呢 是要呈現一種美感的 是要呈現一種美感的 而不是只有機能性的 那我希望說未來 我們大家在做仆門的規劃也好 甚至是自己造家的規劃也好 我覺得當我們可以去感受到 可以接受到那個很深層深層的那個 那麼深層的一個 內在的一個精神的時候 我相信其實我們已經慢慢的 已經抓到那個美感了 而且那個美感呢 不是只有浮面的 而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內化的美感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時間也滿晚的 大家不知道還有什麼問題 請說 其實剛剛有一個鞋櫃變成書櫃 你覺得做鞋櫃他其實是看不到裡面 可是書櫃你就在看到書啊 那他怎麼解決這個規劃 我不知道他怎麼解決 只是那個是他使用的部分 因為我本來是設計 那個格柵是讓他通風 那他覺得 那他覺得 太漂亮 你這樣就沒辦法就用嗎 書櫃他這個稻子 你用早期才有打開來 打開來就可以了 打開來就可以了 這樣你這些加幣商品 會有沒有要展示 未來會有 因為其實我慢慢在建構這樣的一個累積 對 我也是跟你們觀念 就是要花很多心思去構思說 你真的要買下去的時候 你真的要用很久了 所以你要做功課 可能會貴一點 也許不是貴一點 就是一定要用心思啦 那我覺得現在的 因為很多東西被創造出來 是太容易了 所以我覺得慢慢這個去 用心思去思考你要的物件 這個也慢慢薄弱了 所以我是希望換回來 我講了半天 做了那麼多的案例 事實上是想 大家可能不可以去 去思考一下 過去的人們 怎麼去建構他的生活的時候 他事實上很用心的 我覺得那個用心度 是應該沒有時間的距離的 是過去也好 現在也好 未來也好 都是要同等用心的 老師 我要接到你那個 詞要什麼灰泥是什麼 灰泥 灰泥啊 灰泥就是 剛剛我們是有看那個 灰是石灰的灰啊 九灰啊 現在台灣只有經過的 蛤 18的泥 18的什麼東西 剛剛我不是有跟大家看 那個我們日本房子 做頭到處 最外層不是要塗一層灰 就是石灰的基本 基本石灰的 對對對 可是石灰裡面還要加一些戒指啊 因為它必須有它的彈性啊 有它的韌性啊 所以每一家也有每一家自己的配方 那這個材料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有沒有顏色石灰加的 蛤 細節我就還在研究當中 不過它主要成分是以石灰為主 那這個成分的好處就是說 大家有看到說 石灰它可能是因為它的一個物質的 它有很多的孔隙是不是 它孔隙呢 就讓它存在有一些可以保濕 或是保溫 就是調節氣候的 然後就是有呼吸的功能啦 因為孔隙的存在 就是讓它可以有 對 你可以自己發揮啦 對 我是覺得這個也是鮮明的智慧啦 那日本跟歐洲 其實已經瘋得一塌糊塗了 現在大家都在玩這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我們台灣比較慢了一點 所以我剛剛提到說 這整個材料的架構花蓮是最多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看看可不可以找到 一個小的機緣 一起來看看 這是不是一個 可以把它帶到我們家裡的一種產業 那也算是可以 對 幫我們花蓮設計一下一個 屬於花蓮的永續產業 不要只有水泥啊 一樣材料可以創造一個比較 更環保的方式 灰泥有什麼缺點 就是比較濕溢會不會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灰泥 就是古老的灰泥有這樣的問題 那可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案例它是用德國的配方 所以他們就是有在用一個古老的這樣的基礎 可是他們有放入很多很多現在的需求 是現代的配方進去 為了要符合就是說 又是天然 又是可以符合現在的生活需要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覺得 我們要做的產業是要抓到這個原則 就是有古老的優點 那又有符合未來的這樣的一個需求的好處 對 所以這小時候它那個孩子的保守很會打動嗎 當然啦 所以它這是過去的問題 所以它要轉化 我剛剛講的很重要一點就是 很多東西要轉化 不要說 我說的東西就是copy老一輩子 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碰到那個挫折的案例 它告訴我說不要給它那個東西 其實也給我一個反思 就是說我們不能只去複製 我們老祖先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加入很多現代的精神 創新進來 這就是我覺得科學要來服務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大家互相勉密的 OK 一個問題是 剛剛您答的那個 木造家具的防仇防腐 除了風風之外 就是有些自由因素 你沒辦法控制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補助的 防仇防腐的 其實圖有一些方式 我講原則 剛剛講的那個對流 就是這個家具 在你的生活空間裡面 要使用的這個條件 一定要被拒除 我覺得這是基礎 因為你在防蟲 你在怎麼樣塗料好 你如果不符合這樣的 就是你非常潮濕 甚至有漏水的話 拜託就不要去用這個家具了 因為這是浪費 因為它不是在一個對的地方 那剛剛再串連回來一個要素就是 如果你的住家是又潮濕又漏水的時候 這是不對的住家 它是一定要被解決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拋出來 會有一個要素要再去解決 就是你要先決條件 去解決你家裡的這個 這個大範圍的一個舒適度 包括你怎麼去創造更多的對流 怎麼遮陰怎麼遮陽這些 都是要去被思考的 最後一個問題 我補充一下那個 蟲的問題 蛤? 因為褲子家具最怕的蟲子 是白蟲 對 那白蟲曾經想要養牠 會不會養牠 就是 因為白蟲它的那個皮膚啊 它那個腳已經值得很髮的 所以它只要吃度不夠 它就會乾脆 所以只要那個空風良好 沒有貼著牆壁 沒有底下的 什麼積合一大堆蟲的方 都化成水 要講白蟲是很困難的 我覺得廖老師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 我忽略掉了 我剛剛沒有跟大家分享的 這是我設計的原則 因為我已經知道這個點了 所以我們所有的家具 全部都不貼牆的 那最後最後只有四隻腳 有沒有 大家看到最後都有四隻腳 就是我們減少跟地面的接觸 讓它 事實上那個家具也跟我們人 生活在那個空間裡面 它是有舒適度的 它是有乾燥度的 所以我們要 看家具要等同我看待一個 生命的個體來看它 所以我覺得廖老師剛補充那部分 真的是很棒 好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就謝謝大家